南湾台服教会成立于1980年 是因为台服洛杉矶教会 有把教会移到同乡处的异乡 看到南湾地区台语湘西日增 主任牧师刘富里牧师 在1979年11月 才派在洛福聚会的兄姐 回到南湾开拓台语教会 并在黄峰市张老家 主持第一次南区家庭聚会 成立台服南区福音中心 感谢主靠主恩典信徒不断增加 在1980年9月成立南湾福音教会 在1981年9月开始英语崇拜 在1985年10月成立华语青少年团期施工 并在1995年10月开始华语崇拜 感谢主在2001年9月 顺利买下南湾进行会 随即着手规划修建 并在2005年12月在修建后的主堂 举办圣诞晚会 是修建后的第一次使用 目前南湾台服教会 有台语堂会 华语堂会 以及英语堂会 是一个使用三种语言传福音的 充满活力的教会 1981年2月于洛杉矶台服基督教会 七个家庭及蔡林牧师牧师娘 受差遣到圣谷地区设立教会 1982年3月正式成立圣谷台服基督教会 蔡林牧师为开头牧师 1992年陈显平牧师就任为第二任主任牧师 2004年许立明牧师就任为第三任主任牧师 圣谷台服基督教会的宗旨 乃是遵照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的新建命 彼此相爱 以及最大的使命 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 以教会五个功能 敬拜传道教育交仪与服务 来建立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 服务社区及同乡 享受上帝的爱 得到平安喜乐的永生生命 伯克莱台服基督教会成立于1986年12月 由丁中和牧师与数位成熟的兄姐 在主力同心草创 1995年由陈家当牧师继任 并在陈牧师任内 由原本的台语改为华语 2005年之后的数年间 又总会拆派督导牧师林果亮牧师 亲自参与各项圣共的推展 徒席之传道 于2006年11月接任本堂会的牧养 并在2008年2月与本教会案例牧师 感谢主恩代英语施工的成长 在2008年开始 英语施工自本堂会分出 另外成立一个独立的教会 现在伯克莱台服基督教会 专属于华语施工 因应会有第二代成长的需要 我们也开始了每主日翻译英语的施工 欢迎你来到洛杉矶 更欢迎你来到洛福教会 我是教会的主任牧师陈一豪 在这里简单的跟你来分享 洛福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 我们希望洛福教会 能够成为洛杉矶的祝福 能够成为你的祝福 洛杉矶是一个文化相当多远的地方 在这个移民的社会里面 我们为你准备了四个不同的崇拜 我们有台语的崇拜 我们有华语的崇拜 我们有英文第二代的崇拜 那我们礼拜六晚上有一个崇拜 你可以依照你个人的背景跟喜好 来选择适合你的崇拜 那洛福教会希望能够秉持着 耶稣基督所给我们两个 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使命 第一个就是大诫命 我们怎么样在这边 学习的来爱神 然后因为爱神 我们爱自己 爱人如己 这是大诫命 那第二个使命 就是大使命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里 从耶路撒冷开始 我们能够将福音传到第几 这是一个教会 两个使命 那第三呢 就是我们使用三种语言 台语 华语 英语 只要你会任何其中一个语言 我们都欢迎你来到这边 跟我们一起在这里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这个教会 那使是什么意思呢 使就是说这个教会是为了要祝福家庭和社区而存在 洛福教会的英文叫做EFC 所以呢我们是123 for EFC 这个是就是为了要 enrichment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所以这个教会的存在 就是为了要祝福你的家 家庭 所以我们在这边有很好的 这个儿童的 这个事工 家庭的事工 我们都希望 因为你来到这个教会 我们成为你的祝福 成为你家庭的祝福 那因为也你来到的这个教会 也能够成为我们教会的祝福 让我们一起在这里 都能够成为洛杉矶 成为普世华人的一个祝福 变神祝福你